第七个录音 嗓子该冒烟了 然后叫做 那年我十七八岁 送给十七八岁的你 送给十七八岁的自己 有些长 不知道能不能传得上去 赶紧喊吧 那年 我十七八岁 学业无成啊 工作了 一堆拿着两千块的薪水 我爸妈当时很开心 他们觉得 小男孩安安稳稳的 最好 聊此三声算了 他们觉得我这辈子 就这样了 那年十七八岁 好像做什么都不对 在父母面前很惭愧 让他们心都操碎 从来没有过梦想 因为从不敢想 明明路腰子急闯 却四处都是阻挡 他们说好好上课 再找一个好工作 别的东西都是错误 聊此才生算了 希望我安安稳稳 两千块的标准 难道我就这么蠢 这辈子败给书们 希望我有个饭碗 玩了命都要管 总是被说的很懒 我想反驳又不敢 当年我学书 无成 他们说心好疼 说我没机会再赢了 干什么都不行 但是我才十七八 还想拼这一把 想了很多办法 也包括捉笼作哑 真的好不甘心 被管到了如今 那些有个声音 他让我再拼一拼 我知道成功很难 不只是嘴上的弹 但是真的想说完 我怕我会心寒 请给我一个机会 那怕我做的不对 其实什么都不为 只希望此生无愧 光在笼子里的鸟 可怎么看都很小 食物不用去找 一辈子只在用脚 做的那棵小树 也学会了走路 不再需要守护 这次换我先说不 曾经老爸老妈 儿子真的没瞎 以后我要扛着个家 不挪错过的鲜花 我从来没输过 拿什么去赢啊 老了以后 说什么故事 给我的儿女听呢 大师的和我父母说 你让我再犯个错吧 就是真的错了 哪怕我真的错过 也许我不会成功 但是想争一争 这辈子过得太轻松 我怕我后悔一生 大不了我败 青春也都还在 这样的灯连迈呢 我也不会责怪 自己选一次路 哪怕是个绝处 其实不是我自负 而是我心中有数 家会是我的根 我真的很认真 我需要往前狂奔 才对得起青春啊 你应该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 一个人拿着两千块的薪水 这就是你的命 但不是你最好的命啊